2.3 2.3 Incredible 嗨 大家好 我是弄 今天受宝马邀请来菲律普岛体验一下最新发布的M3和M4 有人带来飘移 等会我也会去体验一下 我刚才其实上车里面去踩了一下油门 这种感觉真的是比我平时开宝马的普通的车要好太多了 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我很期待等一会上车去体验飘移和下午上山道的感觉 也期待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全新的 在澳洲刚刚发布的全新M3M4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 我也是很特别的一次经验 Let's go 我们要练习飘移了 哇 太棒了 来 我先来调试一下座位 nice ca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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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真扎实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在外面练习飘移完了 比较没有悟性 跟我们在这个video game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进到车库里面来 这里有一辆比刚才那一辆更稍微高级一点的 它应该是competition的套装 然后可以看到翻盘上这些carbon的组件 座椅也是有这种碳纤维的 这种包裹感和这个支撑感 会比外面那个普通的运动座椅更强 我虽然没有做过其他的运动座椅 刚刚对比这个普通的宝马M4的运动座椅来说的话 这个运动座椅我觉得做的也很舒适 它的这个内饰的方面的话 跟普通的3系也是一样的 当然它这个碳纤维的选配 颜色的会更丰富一些 然后它把这个引擎件 从银白色换成红色会更具动感一些 但整体表现还是这个3系4系的这种熟悉的感觉 很漂亮 我就喜欢宝马这种比较现代简约运动风格的这种内饰 反正是我的菜 不是每个人喜欢 但是这个BBA嘛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现在我们进到了M4的后排空间 这个进入的过程还是非常智能的方便的 然后进入M4的后排空间以后 我个子不高1米7 但是我整个的这个空间感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 可能再高一点1米75就会感觉有些压抑了 但是好就好在 它腿部前面的空间很大 我只要往前这样子靠一点都可以 头部空间就会非常足够 所以呢 我会感觉这个M4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好上太多了 真的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坐进M3了 然后M3的内饰的话我感觉跟M4差不多 然后这个橙色的内饰我感觉非常漂亮 外面那个M3的这个绿色在阳光下翻出金属的色泽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但是我个人会更觉得那个M4黄中带绿一点的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颜色 我会更喜欢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颜色都很漂亮 都是我的胃口 尤其是这个里面内饰的橘色感觉更年轻啊 那另外的话这个内饰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造型 那刚刚在M4的后座已经在空间上面给了我很大的机器 我不知道这个M3的后座情况怎么样 我们到后面去看一下啊 哎呀 坐进M3 哇后面空间好大呀 前面是我这个1米7稍微有点胖的标准的开车坐姿啊 后面的空间真的是 M4已经给我惊喜了 这个M3的空间更大了 当然就是那我个子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办法体现出这个大块头 1米8大块头那种感觉 但是啊 哇这个空间感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皮用料啊 我不知道普通的3系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皮摸起来真的好舒服 很有弹性很有支撑感 哦坐这里面真的很舒服 好了不想开车 好了我已经上了M3了 我这是第一次开这种高性能的跑车 而且毕竟是在赛道上 可以听到这个引擎的轰鸣声从后面传来 这种感觉是让你热血沸腾的 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尤其是热血的年轻人啊 或者是男性 哇真的是会让你热血血脉喷勃的这种感觉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 我如果稍微开快一点点 我就必须得完全Furcus在这个路面上的表现 那我现在稍微开快一点点 然后我们到一个直线的时候 我们再加加速来体验一下它的加速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表情啊 可能会有所争论 但是真的就是一个现实真实的表现 哇 就是 就是 OK I ready go 好 大家 说 就是 那种 就是你呼吸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你得 你得全程贯注 然后 你的这个市场限速就在狂飙 这种速度感 真的是给带给你的冲击 是会让你有眩晕感的 我真的感觉是这种筋疲力竭的同时 又感觉非常亢奋 非常兴奋的感觉 这种感觉 真的太奇妙了 等会不知道试M4是会是怎么样的体验 我有一点点捷抱 但是真的是太amazing 好了 我刚刚休息了一下 现在从M3换了M4 然后我把镜头的宽度调的更广了一点 而且把地平线功能打开了 可能这个样子会显得在过弯或者加速的时候会有些不同 刚才看到没我转弯的时候还打这个方向灯坏习惯 没有这个赛车的手的数字 我相信真正的赛车手在体验这种高性能车的时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我真的会因为速度而感觉到澎湃 感觉到这种冲击感觉到心跳的加速 现在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M4的转向的速度 我每当转弯的时候就说不上话来的感觉 我们才说不出话来 我完全说不出话来 感受一下这个速度到底能跑了多少上去 好吧 我马上就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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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累 来 往直起拉了 看到足够快能跑了多少 2.3 2.3 Incredible 我都不愚无伦次了 就是宝马的操控性 然后它的力量感 然后这种赛道的体验真的是让我着迷 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 开赛车是这么令人血脉喷张 这么令人着迷的一项运动 哇 真的是 和平时开卡丁车的感觉是完全两回事 我真的是深深的着迷了 在蓝天白云下面开着一台M4这样驰骋 真的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我要好好赚钱 买一辆M4 加油 已经是第二天了 这是昨天参加完活动宝马送的一个小礼物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我现在还在回味昨天在赛道上特别的那种体验 不得不说高性能的时候还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对于M3和M4的感受 首先就是延伸到下属那个大鼻孔设计 攻击性很强 好不好看 真的就是见了见了 我初见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的 但是放在这个高性能的M3和M4上面发动的攻击性 我个人认为是相得益彰的 再来说一说让我回味一较的这个驾驶体验 说实话作为普通小位置的我真的感觉不错 M3和M4操控上的不同 毕竟参数相差无几 而且赛道体验对我来说的话已经冲击力足够强了 但是呢必须得说我开M4的时候 我是清晰的知道我自己是开M4的 一方面是两边的玻璃会更大一些 另外一方面从油光可以看到后视镜后排空间相对小 而且暗就会觉得这个车更紧实一些 这可能是一种错觉 但是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很轻易的分辨出 我自己是在开M3还是M4 如果我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去选择购买M3或者M4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M4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这个口味就是比较喜欢叫跑一点 另外一方面就是M4的后排空间真的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惊喜 那比我此前开过的或者买过的或者体验过的同类型的车的后排空间都大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此前我在美国我的爱称是一台福特的野马 我也开过上一代的四系也挤进过阿斯顿马丁DB11的后排 相比而言这个饱满M4的后排空间真的是没话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辆车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有这个经济实力去入手 这次经历真的很特别 也希望今天视频能够给大家不一样的观感吧 那喜欢今天视频 不要让我点个赞收藏关注啊 或者什么的 也希望自己以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玩的影片 See you next video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See you